好 相关话题呢 马上来连线本带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进行及时点评 你好 小辉 你好 英风 小辉 我们看到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这番言论呢 引发了欧盟与北约成员国对北约功能的一个关注 那么为什么马克龙用脑死亡来形容北约的现状 为什么会引发如此大的反对意见呢 说北约已经脑死亡 这是马克龙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做出的公开的表态 所以从性质上来看呢 这相当于马克龙对于美国和北约的公开的批评 而一时激起千层浪 这样的一种批评之声刚刚出口 立刻呢又引起了一系列的反驳 其实呢马克龙呢在做出这样的一番表态之前 并不是说呢他是先话出口而没有经过思考 这样的一种表述呢更多的是反映出 当前呢美欧之间的裂痕确实加剧了欧洲方面的独立倾向 对于马克龙来说呢 当前他认为法国以及呢欧洲国家对于北约的看法 在发生一系列的变化 除了美国呢在北约的框架下没有承担应该承担的义务之外 而且呢采取了一系列的方式来损害欧洲盟友之外 更多的是看到呢当前呢北约已经成为了美国任意而为的政策的工具 包括在军费分摊的问题上 美国希望的是欧洲盟友以众筹的方式来落实美国优先的原则 而没有考虑到欧洲国家的切实的利益 所以呢包括法国在内呢 在推动当前欧洲独立的欧洲军团的建立 这也试图呢在安全政策上呢 与美国进一步的分开 而对于马克龙的一系列的批评 我们从批评的细节和措辞来看呢 其实更多的是针对马克龙的这样的一种表述 它所产生的一些影响 并不是认为呢北约当前的做法是一切在完善的过程之中 对北约呢高度满意的 而之所以有批评的另外的一方面的原因呢 可以看到当前呢欧洲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尽管是屡生局域 但是呢欧洲目前呢并没有办法与美国分道扬镳 从安全政策来看呢 北约仍是欧洲依赖的非常重要的军事安全方面的工具 而在一系列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上呢 欧洲呢也需要与美国保持协调 所以呢尽管呢对于当前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关系 有诸多的批评 但是批评的指向呢是希望美国更多的修复 夸大西洋伙伴关系 以及照顾欧洲的关切 而不是呢欧洲真正希望与美国就此分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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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